各位好,我現在就在大石藩村 尤其是這裡有荒廢的建築群 其實很多這些露營的人士都會來這裡借所一銷 先帶大家看看周圍 有荒廢的動物 再遠一點有些以前的擺設 聽說是有一成放下的 那間動物餐廳開業的時候就放下 其實很多東西都覺得是 以前應該是一個島隔的中心 到現在位置應該荒廢了 就沒有人住的 沒有人再營運 繼續上去上面看看 這裡就是兩種最主要的建築物 我會快行一次去做一個紀錄 因為有機會不救的將來這裡 完全是被人清拆的 我想以前的時候應該的定位是一個露營 蘇營的中心來的 大家可以看到以前的床 可以這樣 被人淘汰了 全部都可以 可以上去自由地出入 這樣可以看到了 上來第一層 都可以上去天台上面 天台其實沒什麼看 一眼看完 又有一隻廢棄的大象在這裡 鎖住了 另一個建築群 可以大家下去看看 因為 二樓的位置 它就封了 進不去 最後都是去一去 地上給大家 見一見 這裡 這裡有燒冷藥的枕頭 封住了 去不到 大家一進來這個位置 都是下一個斜路 好 樓梯再下回到剛剛的地方 這裡就是中間的地方 這是一個廢棄的建築物 現在計劃到這裡 以前應該這裡是一個餐廳 寫著私家從地 還沒完工的時候 應該是還沒完工的時候 已經煞停了這個計劃 以為有一個暗門 都是一些廁所的問題 有尿兜的 這個新的梳化 以前應該是一個浴缸 來的 應該沒有啟用過 就已經荒廢了 這些工程人員的東西 好看 然後下回來 剛才我在上面經過 剛才我在上面經過 這裡是剛才的地方 去到大圍堂 看看 完結了這次的主錄 這裡 在這裡 上山路走過來 那 那 林 也挺多的 那 兩邊的建築物 兩邊的建築物 在這裡 對 那 要說的 是這麼多 不知道這裡 什麼時候被人清拆 這樣 上來的朋友 就可以來一來 好 多謝各位 拜拜